说一个不好的消息 索尼PS会员会在9月6号全球涨价 现在有欧美福的消息 港福会员还没有消息 目前欧美福一档会员12个月是59.99美元 涨价之后会变成79.99美元 PS的官方博客已经被证实了 那我比较关注的二档会员 现在价格是一年99.99 也就是100美元 涨价之后会变成135美元 大概涨了三分之一吧 那么港福会员 现在一档308港币 涨三分之一那就是400 二档会员 一年现在是515 如果涨了三分之一 那就得650 那么问题来了 欧美福涨了三分之一 港福涨不涨 我认为9%至99会涨 那至于涨多少 你们认为会涨多少 索尼为什么会涨价 因为XGP那边微软也涨了 索尼和微软认为 目前会员价格太低了 他们的成本太高了 前两天我看新闻 说微软的XGP 它的增长量已经放缓 也就是不怎么增长了 难道索尼那边也不怎么增长了 关于这件事你怎么看 欢迎写到评论区 会论区增长的 这是什么